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和志里工作进行调研 我是新编上党烙子现代戏第一书记 在太原青年宫演艺中心上演 省政协副主席朱仙琦观看演出 五湘县医疗集团接派仪式 即全市县乡医疗卫生机构 一体化改革工作推进座谈会召开 省政协副主席 省卫据委主任魏小春出席会议 并为医疗集团接派 卢建明专题听取社农部门工作汇报 我是各县市区收听收看 等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昨天副省长张富明在我市 就高等院校1331工程实施情况 以及张和志里工作进行调研 省教育厅厅厅长吴俊清 省水利厅副厅长白小丹随同调研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震 市委常委城区区委书记胡勇 副市长高双庆陪统 在长治学院张富明实地了解了 该销落实1331工程工作进展 详细询问学校平台建设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情况 认真听取生态学主要实验室的部分 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和科研成果等内容汇报 比学校负责人就工程推进 特色优势学科建设等内容进行了交流 张富明强调 党的十九大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加快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各高校要以利得数人为根本 强化专业建设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加快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 重点创新团队建设 继续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和汇聚一批优秀人才和优秀团队 坚持特色发展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 切实提高学院核心竞争力 着力增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是高校成为推动社会发展 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 全面推行核展制 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 中央和省做出部署后 我是高度重视 结合市情水情 迅速贯彻落实 提出12361工作思路 建立健全核展制工作体系 特别是以5到5制行动为基基 对全市范围内流域面积 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97条河流 开展了核道集中整治行动 目前 全市全面推行核展制各项工作 正在按时间节点 有序有力推进 调研中张复明一行来到卓张河南园 郊区后备装断 详细了解水生态修复 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改善及核展制全覆盖 核岸线管护等工作进展情况 他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实施张河流域综合治理 张复明要求各有关市县要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 以落实核展制为抓手 在张河流域内完成好以清理核道垃圾 清除核道违建为重点的清河专项行动 要加强对排污口的监控和整治 严格控制河流纳欧总量 要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加强城镇污水处理 消除黑臭水体 要综合施策 加强水生态修复 切实恢复核道生态功能 把张河的大小河流打造成亮丽的风景 为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山西 提供更加坚实的生态保障 在我是调研期间 张复明还收听收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 日前 我是新编上档落的现代系第一书记 在太原市青年宫演艺中心上演 省政协副主席朱仙奇 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 省文化厅厅长刘润明 及参加省扶贫工作培训的学员 与省城观众一同观看了演出 一张底幕六个场景 三十九名演员 把这个题材演得活灵活现 两个小时的演出 演员们原用的唱腔 清晰的道白 激昂的旋律 都给人以震撼 由于这部戏题材选得好 故事讲得好 人物塑造得好 演出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朱仙奇指出 这场舞台剧可以调动起人们的情绪 能够给人以震想 能够让人去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 让人非常受教育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 全省上下要多出文艺精品 多宣传在脱贫一线的先进人和事 让大家从中受启发 受教育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事业中去 共同汇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丽画卷 近日五湘县医疗集团揭牌仪式 继全市县乡医疗卫生机构 一体化改革工作推进座谈会召开 省政协副主席 省卫机委主任魏小春 副市长景普秋参加会议 并一同为医疗集团揭牌 五湘县医疗集团的常例 将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 实行人才物一体化管理 推动医疗资源 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 对于加快推进县乡医疗卫生机构 一体化改革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全市13个县市区中 有8个县市区成立了医疗集团 座谈会上 景普秋汇报了 我是医疗卫生机构 一体化工作推进情况 魏小春对我是医疗卫生机构 一体化改革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说 长治作为第一批试点士 已经有8个县市区成立了医疗集团 进展顺利 成效明显 而且有创新 有特色 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推动医改后续工作 魏小春强调 要把医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 按照全省安排部署 尽快实现全覆盖 要结合各自实际 积极探索创新 同时吃透政策 学习借鉴其他省市县的先进典型经验 精准推进 确保措施时 关键工作时 群众感受时 昨天下午 市委副书记 市长卢建民 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我市三农 水利 林业 畜牧兽医 农金 农机等 社农部门工作汇报 总结书里各部门工作成效 提前谋划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副市长高双庆参加 听取汇报后 卢建民指出 农业是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社农部门联系群众最紧密 服务群众最直接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主要力量 社农干部要吃透政策 抢抓机遇 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等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 特别是扎实推进 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 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 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 牢固树立责任意识 时间意识 政策意识 改革意识 抓住政策窗口期机遇 把机遇变成行动 把政策落地落实 要坚持整体谋划 全局把握 局部推进 重点突破 充分发挥 社农部门的主动性 创造性 牢牢抓住农村改革发展方向 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 就做好下一阶段三农工作 卢建民强调 要注重工作方法 做到有盘子 有行动 有清单 有对接 要聚焦区域 聚焦产业 聚焦企业 聚焦品牌 聚焦产品 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切实推动农业现代化 要结合五到五制工作 以道路绿化 河道绿化 乡村绿化为重点 深化林权制度改革 探索发展生态林业 与康阳产业深度融合 推进林业转型升级 提制增效 要提高行政履职执法能力 坚持生态优先 环保先行 以环境倒逼机制 推进畜牧业转型发展 要全面推进河涨制 加强河道和水库管理 将水流下来 让水流起来 使水静起来 把水管起来 要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倒排工期 压实责任 全面完成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 要做好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宣传工作 开展职业农民培训 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和服务能力 各相关部门 要切实担当起主体责任 不折不扣 完成好今年各项重点任务 推动全市农业工作 迈上一个新台阶 昨天下午 市政协主席许霞 带领部分驻市省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 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进行专题视察 交流探讨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重点 难点和方向 市政协副主席桂元平 王卫军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代院长袁湛斌参加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全省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 唯一中院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 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 六道位五促进四坚持的私改原则 使案件滞效明显提升 实现了司法改革和执法办案两促进 许下要求 全市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用19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不断提升依法治理和公正办案水平 要强化体制创新 强化法庭职能 不断拓展便民举措 全面提升人民法庭司法服务水平 要丰富和拓展法治的宣传方式 不断强化队伍建设 为促进公正高效司法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 同时希望驻市省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 要一如既往的发挥优势 为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宪策 发挥好重要参谋作用 今年上午 市委常委讯程部部长孙刘林 在包村联系地 湖关县紫梁庄村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紫梁庄村地处太行大峡谷山巅 山斗石头多交通不便 全村176口人 其中因病因残缺劳力缺技术的 就有52户109人 在贫困户王建宏 王文清 郭川等人家中 孙刘林详细了解 他们的置贫原因和困难 鼓励他们要坚定脱贫信心 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脱贫 紫梁庄村要妥善使用脱贫专项资金 优选精选好项目好产业 努力发展集体经济 争取早日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今天上午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震 带领是住建规划 财政供热等部门负责人 先后在日新家园 换热站 市热力公司热源厂 技能长制热电有限公司等地 查看了解我市集中供热准备情况 目前我市主城区正在进行供热打压注水 各项测试完毕后 将于11月1号至15号分批次逐步供热 王震要求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加大检修力度 最大限度排除和消化风险点 确保热网平稳运行 要摸清供热底数发现薄弱环节 有针对性的改善改进 确保集中供热供得上供得暖 昨天下午 副市长时间望召集商务财政发改 金信等部门负责人 听取各部门关于开发区 闲置土地及僵尸企业处置措施 支持开发区建设的财政政策 推进开发区发展科技创新措施 开发区引进人才激励措施 加快推进开发区招商引自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及高新区经开区土地管理赞新办法 等六个式行文件的说明 并逐一讨论研究 时间网要求 相关部门要及时吸纳各方面意见 对促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 配套政策进行再补充再完善 按时报批 并做好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 确保配套政策尽快出台实施 为我是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 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 之前市政协副主席杨江波 带领创优发展环境 加快双创基地建设专题调研组 在湘原县瑞恒化工 相框律思园科技公司 恒昌园 互通科技园 湘子老粗布等地调研 了解科技创新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双创基地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 双创基地建设发展的环境问题 优惠政策情况 创业文化等内容 杨江波希望湘原县继续坚持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做好政策引领和制度保障工作 强化平台支撑 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发展环境 努力培育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亚青 在湘原县人民检察院调研时 要求要坚持全面从严置井 着力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确保队伍建设良性健康发展 要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 总结好经验 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 规范执法办案 赵亚青还深入乡矿集团锐恒化工 箱子老粗布 陆安180项目等地 查看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近日市委办公厅举行专业知识工作技能竞赛选拔赛 考试主要包括时事政治类 办公会务类 文书写作类等10个 与市委办公厅工作息息相关的内容 采取避卷形式 本次选拔赛选出20人将代表市委 参加全市党委办公厅专业知识工作技能竞赛 考场内参赛人员奋笔集书认真作答 通过本次选拔赛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的 自身素质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 赛后大家纷纷表示 要不断加强学习 学以致用 学用相长 以一流素质一流干劲 推动办公厅工作 今天上午 我是召开开发区土地管理和财政政策 实行办法座谈会 是财政商务等部门 以及陆城市高新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 围绕两区内企业注册 财政分成 土地供应主动权和土地收益等方面内容 进行意见交流讨论 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后 县郊区陆城市 划入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区域内的企业 全部注册在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影响郊区陆城市的财力部分 市财政以2016年 入区企业税收实际完成数为基数 通过结算补助给两地 每年园区企业的税收增量将按照财权和市权相批配的原则 高新区与郊区陆城市按三比七比例分析 由市财政结算处理 经济技术开发区暂按一级预算单位管理 同时高新区经开区土地供应后 土地净收益应按比例向土地所属政府返还 会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整体意识 将讨论意见仔细梳理认真整理及时上报 确保早日通过开发区土地管理和财政政策试行办法 助理我市开发区经济建设发展 昨天我是各县市区集中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 认真聆听学习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向大会所做的题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聚精会神边看边记 大家一致认为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 我们党以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 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 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 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和领导力 号召力 显著增强 国家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 综合国力 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 显著提升 报告为今后五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汇救了蓝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同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以十九大精神为动力 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思想上对标 行动上落实 扎实工作 砥砺前行 为努力开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贡献力量 今年年初 环保部印发的 经经济及周边地区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提出 2加26城市将实施冬季清洁取暖重点工程 每个城市完成5万至10万户 以气代煤或以电代煤工程 我是作为2加26城市之一 按照要求实施了以气代煤工程 进一步推进冬季清洁取暖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观众朋友 我现在是在长子县南章镇的南章村 在我身后的施工人员呢 正在为农户家里安装壁挂炉 您可别小看这台炉子 只需轻轻的按动一下开关 清洁高效的天然气便可以输送进来了 供农户取暖 烧饭 洗浴 过去呀 家家户户一天换数字煤球 掏煤灰满屋子 没烟味的日子将一去 不复返 虽然下着小雨 但为了让村民们在这个冬天 能正常用天然气取暖 工人师傅们正冒雨紧张作业 抢工期赶进度 进行天然气壁挂炉的入户安装工作 有这个能力 企业也有这个担当 为这个长子县农村一气带煤工程 争取在10月20号以前 具备通气点火的条件 让老百姓放心 今年用气绝对没问题 据了解 今年长子县以气带煤实际施工改造 两个乡镇 9个村4682户 截至目前架空管线铺设完成9000米 完成率96% 已入户2120户 完成率45% 壁挂炉安装已完成400余台 预计10月20日实现点火通气 到时4682户农户 便可用上清洁能源 彻底告别祖祖辈辈 靠燃煤取暖做饭的历史 我家整出好 我整这个老百姓们办好事的吧 这干干净净的 从家来之后一生年 一生气 从家来 有杠精 据悉 我是本次实施煤改气工程 涉及三区五线 改造供热面积954.27万平方米 预计年可减少燃煤38.17万吨 实现煤炭消费总量的负增长 同时减少硫化物 氮氧化合物的排放 有利保障我市的避水蓝天 下面是一组简讯 日前 2017 山西民营企业百强发布 山西陆宝集团以189.34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居榜首 2017 山西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是省工商联首次开展的民营企业百强发布活动 排序以民营企业年度营业收入总额作为基本标准 在各级工商联组织开展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工作的基础上 参考省统计局有关数据产生 旨在分析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规律 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创新发展 近日 庆元县再次入围中国最具投资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市榜单 这是庆元县连续第六年获此殊荣 近年来 特别是 今年以来庆元县大力弘扬本色 提升黑色 发展绿色 创造特色 着力优化城市软硬环境 改革创新 改善民生 优化投资环境 今年一至六月份 全县招商引资签约项目二十个 签约项目到备资金完成十七亿元 月前 湖关县交警大队在县城方面内开展交通违法行为 其中夜查行动 重点对迎转飞客车 重型货车 七座以上飞营运客车进行检查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超远超速超载 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执法民警现场予以纠正 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于处罚 此次夜查行动是 湖关县积极响应华北骗区联合整治行动举措之一 随后湖关县将继续对县城主干道 省道旅游专线等重点道路开展检查 有效消除交通事故隐患 观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本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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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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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